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探討的是 如何將 擷取卡在這個ipad上面做使用 我記得啊去年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有一支叫做這支擷取卡叫做shadowcast 他在那個募制平台打廣告非常的兇 然後呢他說什麼號稱可以讓 這個你的筆記電腦啊當成是這個 任天堂switch的一個螢幕 然後呢甚至于到後期還個很走火入謀的影片就是 他就將那個 Mac的影像 投影出來到這個ipad上面 然後就說哦 他的擷取卡可以在這個ipad上面做使用 其實啊這個 並不是一個正確的一個demo方式 因為你今天要透過Mac再投影到這個ipad上面 那你你變成說你在ipad上面玩 你還要打開你的Mac筆電 這樣子很不方便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讓這個 擷取卡啊譬如說像shadowcast 直接在這個ipad上面使用呢 其實啊是無法直接讓這些市面上的這些 免區的擷取卡 直接在這個ipad上面做使用 因為iOS的系統裡面他並不支援這個uvc 的driver 所以啊有些人他看了我的影片說哎 我買了這個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器 然後呢 將這個 shadowcast的直接接上去 可不可以用 當然是不行用 因為 iOS本來就不支持uvc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轉換器的方式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說啊這像我們公司有出的這一款叫做 uvc webcam to ios的轉換器 他可以將uvc的訊號 吃進去之後 然後轉換成iOS的訊號 那這樣就成功的騙過這個iOS 這時候就可以在ipad上面做使用 那ipad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 你現在看到這叫lightning的這種ipad 這種接口 這是早期的ipad 那有一種比較新型的ipad是 usbc的這個ipad 那你用usbc的ipad的時候 請你就用這個usbc的hub 啊這usbc hub就沒有綁了 你就會隨便市面上買的那種usbc hub就可以用 但是啊如果你用這個lightning的ipad的話 你就必須要買這個原廠的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器 首先我們先用那個ipad lightning的ipad作為一個示範 好 我就用這個shadow case的做一個示範 shadow case長這樣子嗎 他這邊就是一個 hdmi的 弓頭 然後這邊是一個usbc的接口 那我們要接到我們這一個轉換器上面 就必須要再串一些東西才可以 好 那這個轉換器是 舊版的轉換器外殼是舊版的 那新版的轉換器 他的外殼是長這樣子 功能都一樣只是外殼換了 好這邊是webcam in 然後這邊是uios output 好那我們怎麼接呢 這個怎麼接webcam in呢 接不進去嗎 好我們就用這個 usbc的線材 這是usbc 轉usba 好把他接進來 這樣子 然后呢 hdmi的部分 因為這是任天堂他是出來是公的嘛 所以要轉一個 母轉母的 好吧 接進來 好 然後我們的轉換器這邊是 iOS的輸出 所以就接一條 usb 的線 好 那我們要接到這個ipad上面 這是ipad的lightning的介面 所以用這個 lightning 轉usb3相機轉換器 接進來 然後接到這個ipad 所以我們現在接法就是這樣子 這個shadowcast 進到我們的webcam input 然後再轉換成uv再轉換成iOS出來到我們的ipad 最後我們再上這一個 轉換器的電源這個是 5伏特的 電接進來 這邊就有電了 好這時候呢再打開你的app uvc player ok你看就有畫面了我們回到目錄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玩了 這時候就標準的 讓ipad當成是一個螢幕沒有幹嘛就單純螢幕而已 ok 好 那除了這個剛剛講的這個shadowcast之外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截取卡 我們現在換一個便宜的截取卡 這個是中國大陸做的一個 人民幣25元大概台幣100塊的截取卡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也是標準的uvc出來 那我們把接進到這邊 接進來 好啊這邊就是接hdmi 那天堂的hdmi 輸出接到這邊 好 這是我們在打開uvc player 打開來 ok 也是可以玩嘛 好那我們現在換一個 我們現在換這個圓鋼的這個 bu110的這一支截取卡 他也是webcam輸出嘛 所以我們再把它接進來 這個 這樣接進來 他這邊的頭 hdmi的輸入 接進來 這樣子 這時候我們再打開剛才的app 好也是可以玩嘛 ok 大概就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換這個ipad pro示範 是給你看 大家看一次 ipad pro啊他這邊是 usb usbc的接口 那我把它換上來 那usbc的接口的話 我們就不能用這個了lightning 轉usb3的相機轉換器 我們就要用usbc的hub 把這個頭拔掉 然後換成這個usbchub 這個 把接進來就可以了 我們再打開剛那個appuvc player 一樣是可以玩啊 接下來我們換一個別的app 他是可以做直播的 那叫做medialink switcher medialink switcher 好 這邊就可以做直播 你們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下載玩玩看 他是免費的 這邊可以按設定 你可以設定呢 目前的這個直播平臺 中國大陸可以設定成那個 rtmp的直播 那海外可以設成facebook youtube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你就自動登錄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設定說這個 解析度還有binray 比如說我現在設定成 720p 3000kps 啊你youtube 可以設到1080p沒有問題 那當然了這些app很強悍啊 你這邊還可以再增加什麼 增加一些圖層啊 什麼圖片啊時間啊網頁什麼都可以加 那我們隨便加一張圖片好了 隨便加一張這一張圖片 這樣子 把它放上去 右上角 好 完成 那就加上去 加上去 這樣就圖層了 好我們實際做一個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直播按開始 我做臉書直播 把聲音要打開來 好我們再玩一次哦 好大概就這樣子那我們實際看一下直播的內容 哦這是我們實際做臉書直播的內容 哦這個啊 這樣子 所以 這樣的app media link switcher 他是可以做到直播的功能 我們再做個總結好了 市面上的這些免區的擷取卡是沒有辦法直接在這個ipad 或者是ipad pro上面使用 原因是會 iOS無法支持uvc的driver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一個轉換器叫做 uvc webcam to ios 的轉換器 那這是舊版的外殼 新版的外殼長這樣子 更強悍一點 當你使用這個uvc to ios 轉換器之後 你就不用管什么uvc的擷取卡了 像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人民幣25元的這個擷取卡也是可以用啊 啊這個 shadowcast 也是可以用 啊白豪有測試過了這個圓鋼的這個bu110也是可以使用的 比較特別要注意的是 加拿大有一家叫做 canlink那支擷取卡 那支擷取卡不能夠在這個 這種 ninos啊或者是iOS上面使用 他必須要在這個 windows啊或者是make上面才能用 好以上說簡單的分享